民进党这个礼拜天就要召开全国党代表大会 其中最重要的议程就是改选党内的中纸委中常委 全力重新洗牌之后 新选出的中常委对于2016年总统还有立委的提名 将会有实质的操控权 而目前中常委选举包括了前主席谢长廷 游席坤都要争取连任 苏贞昌则是派出代理人 党内天王持续的发挥影响 而立挺现任党主席蔡英文的人马 也要争取进入中常会 民进党如果不团贼什么都没有 大家都很有信心 只想2014不要去想2016 年底的七合一的选战将是我们最重要的任务 有人拼党内改革 有人拼选战政绩 民党天王磨刀祸祸 李静英 当事 党内全代会的中纸委 中常委改选 权力结构大洗牌 内部暗潮汹涌 若有涉及必须修改党内相关规章者 再以党内的程序或交中职会 或者交七月的全代会来通过 中职会是民进党最重要的权力机构 中常会更成了一切决策的指标 567位党代表 20号要齐聚一堂 46个人要角逐30席中职委 再互选出10席中常委 进入金字塔顶端 权力核心 这些都是一个他的决策的核心 所以大家一定要去抢 那日常的决策呢 当然是中常会 所以进入中常会 大概都是党内的重要领导者 那中职会呢 他们就议定党的一些办法规则 现任中常委 组织严密的新潮流握有三席实力 线系游戏各握有两席 而前主席苏贞昌 有子弟兵蔡献号占有一席 陈局系统绿色友谊连线也各有一席 而在选举过程中 合作的新苏联就占整整一半 只要能掌握决策核心 就能左右2016总统立委的提名 各派系筹划缜密 力求全部上磊 新潮流利品保住三席中常委 积极抢票 谢谢跟游戏依旧由谢长廷 游锡坤亲自出马 各抢攻两席 苏仁昌人马则是有意从一席 增加到两席 而根据以往经验 苏仁昌若与信息联合 加上绿色友谊连线 新苏联渴望拿下过半的六席 票选中常委 而为了避免中常会被新苏联把持 力挺党主席蔡英文的人 有意推派英系人马 其日副手苏家全 实力派立委陈明文帮忙卡位 除了票选中常委外 民进党还有七席当然中常委 目前新潮流就握有三席权力 新苏联势力不可小觑 也难怪党内阁派系要角 算盘打得很惊 小英当然他要推一级党籍 应该是有那个空间的 交换也好 透过他的威望也好 苏仁昌一般来讲就是说 他自己也认为说 他比较不喜欢派系运作 那没有派系运作的时候 但还是需要派系的奥人 我们苏主席 江应信交为蔡英文主席 蔡英文回任党主席后 除了应系人马要抢攻中常委 但能不能如愿以偿 牵动到各派系的合纵连横 更重要的是 未来蔡英文所主持的中常会 卸场庭跟游席困都已经规划连任 而苏联唱虽然淡初 却还是有代理人帮忙发声 大佬派系既合作又竞争 大家都在等待机会 伺机而动 一场中常委改选 再次浮现党内派系的争议 到一路党代表到中之委 这后面都是派系在运作 如果深入了解 民进党权力结构的人 其实会有一点迷诱 毕竟同志不应该赶紧杀绝 中常委之政各派系抢票 人头党员更是常年诟病 全国党代表齐聚 交助2014的 想攻2016的 台面上全党团结 台面下政治角力 一场权力结构的改选 也是民进党现行计